另外行政院长江仪化的隔魁保卫战 则是来到了倒数时刻 立法院明天就要举行倒戈案表决 尽管国民党在国会具有习次的优势 但是江仪不敢轻忽 他要执行反倒戈策略 不止打电话给国民党立委要固守每一张票 在今天还会举行隔园会议来凝聚共事 会后也会率领全体隔园举行记者会 而根据了解记者会上 江仪化会把火力集中在反击在野党 对他的回线乱阵还有监听国会的指控